每年在德國登場的柏林馬拉松 總是吸引全球跑者朝聖 台灣精品也不例外 將率領代表團決戰德國 體氣手帶領身體 手壓回地上穩穩的壓好 台灣選手們動動身體 做體操暖身 這層打扮也成為另類的台灣行銷 有時候大家會想要在裡面 放入一些個人的特色 可能是髮型 可能妝 或者是甚至是把大會T恤 做不同的剪裁 這些都是可以作為變裝 一開始想要入手的選項 發揮創意為了就是 促進更多的台灣德國交流 去年台德貿易總額高達 172億歐元 超過6000億台幣 是台灣在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 但過去主要進出口小客車 藥品或是機體電路跟半導體 如今文化軟實力 也成為台商們拓銷的秘密武器 台灣最最好的力量是 其實是軟體力 台灣不是只有工業的力量 它有很多東西給世界 也想要成為一個 公共的社會 不管是跑者 或者是觀看比賽的人 都是熱愛馬拉松的人 所以在現場我們對著這些 我們的對象來做行銷 運動行銷席捲全球 台灣精品除了插旗柏林 同時也前進印尼 讓台灣的產品被更多國家看見 環宇新聞 江遣東 陳舒曼 台北報導 李宗盛